在封建社会 对于皇帝而言 所有的兄弟都是竞争对手 因此残酷血腥的一幕屡屡上演 今天的主人公也是一位皇帝 他手段更为毒辣 先后杀死两位皇帝 篡夺皇位 之后将所有兄弟杀死 临此前还对儿子进行思想教育 最终角色 这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呢 本文为您揭开这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此人就是南朝齐名帝肖鸾 南齐是肖道成篡夺南朝宋政权建立 肖鸾是肖道成的亲侄 他年幼丧夫 是由三叔肖道成抚养长大的 可以说肖道成对这个侄子非常疼爱 是如己出 甚至恩过诸子 肖鸾地位的提升自然也离不开肖道成的提拔 栽培 南齐建立后 肖鸾历任高官 备受重用 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只忘恩负义的狼 其武帝死后 皇太孙肖昭叶即位 胡作非为 引起朝臣的不满 肖鸾利用辅证大臣的身份 发动政变 将其废杀 此时的肖鸾还不敢直接篡位 于是立肖昭文为傀儡皇帝 经过三个月的过渡 肖鸾废掉肖昭文 改认三叔肖道成为爹 并以其第三子的名义 即位称帝 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名帝 肖鸾结位后 并不开心 因为三叔此时应该叫父亲肖道成 大哥肖泽实在是太能生 比如肖道成有十九个儿子 肖泽有二十三个儿子 这些个兄弟 此时让他如芒刺在北 毕竟皇位是抢来的 论身份那些人比肖鸾更有资格继承 一次诸王入宫朝见皇帝 结束后肖鸾回到后宫十分担忧 说道 我及司徒诸儿子肩不长 高 五子孙日长大 看着自己年幼的儿子 再看看肖道成 肖泽的儿子日渐成人 肖鸾终于横下一条心 决定杀 杀 杀 他首先把屠刀对准自己的兄弟 也就是肖道成的儿子 肖道成一共有十九个儿子 但此时尚存八人 肖鸾没有丝毫没有手软 全部干掉 一个不留 对付这些王爷 肖鸾的手法是皆以夜遣兵为宅 霍府官还强叫造而入 杀完兄弟 轮到侄子了 其五弟有二十三子 此时尚存十六人 同样一个都没能幸免 此外还有孙子辈的几个 也被杀死 有的甚至尚在强保 比如肖子珍被杀时 吓得躲到床底下 被拽出来后 跪地求饶 愿为一奴 但依然被杀 据史家的不完全统计 至少肖道成一脉 至少有二十九人被肖鸾所杀 别看肖鸾冷血 可他的内心还是十分复杂的 每次杀猪王前 他都会跪在佛前 烧香礼佛 甚至痛哭流涕 每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明白 皇帝又要杀人了 肖鸾在位四年 就一病不起 他把太子肖宝卷叫到跟前 嘱咐道 做事不可再人厚 意思是说 看谁有异心 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下手要狠 要快 肖宝卷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即位不久就把即位 辅政大臣全部杀死 高得人心惶惶 最终引发硝烟起兵 南齐政权被推翻 关于肖鸾屠杀兄弟 清朝史学家赵义平驾道 齐高 五子孙 则皆明帝一人所杀 其惨毒自古所未有也 肖鸾虽然在杀人前礼佛 但这似乎没有得到佛祖的宽恕 鸾之子凡承认者皆不良死 盖鸾之后已决 肖子伦是肖鸾的堂侄 当年被肖鸾赐此时 十分坦然地说道 既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先朝夕灭流氏只难朝纵 今日之事 黎术固然 或许肖子伦认定自己被杀是因果 但肖鸾的后裔也难逃这个循环 事实果真如此